今天是好天氣 但是聽說今天是這一趟最後一天好天氣了 於是呢我就決定要去做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現在才早上十點 我今天決定要去爬山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冰箱的雞蛋 過期了 你已落得答應 也隨還記久了 請單上記錄著 我們的鐵道至於未完成 也許吧 有人能讓你完整 好 我剛剛又去看了一次登山地圖 決定 決定放棄 放棄自己爬上去 因為纜車做到某一個 做到終點之後 其實才是真正爬山的開始 就是往上還要再爬一段 然後才會有什麼藥王寺啊一些景點 所以我就決定把體力留到那個時候 我現在就乖乖的去排隊 乖乖的去買票 然後乖乖的等坐纜車 就是這樣 下一個情書 褪色了 下一個情書 褪色了 那一天的我們 帶不到未來了 太聰明的人們 還以為保存氣息能永恆 喚起了誰都停止 供應上一集的單純 好可怕 好恐怖喔 喔天啊 雖然還是能咖 但是 蠻不錯的耶 空氣很好 我可能說 這個世界上膽子大的人真的很多耶 大家怎麼可以這麼自在 你剛有聽到隔對面的人在尖叫嗎 說好的要一起前往的 那一片風和日裡的景色 河流越過重重波折 終於我們還是錯過了 整個生意卻是有遺憾的 上來啦 上去也是排得比較不適合 我想我人生只會坐這一次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次 好可憐看起來好孤獨 竟然看得到東京 聽說有一間天狗箱是必吃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隊伍一秒就決定放棄 我真的覺得旅客是需要訓練的 因為日本真的太少那種公共的垃圾桶 所以我今天出門前就拿了一個 隨身帶了一個我前幾天在便利商店買的 東西布的袋子 就到這間的垃圾袋 還好我有帶 要不然我手上會拿著瓶瓶罐罐 然後連包括剛才那個吃的糰子 都會一直拿在手上 有一個可以現場買酒喝的 太酷了 一支入口 那這邊來吧 好 500元 剛才喝了一杯清酒 他們真的太會做觀光了 爬到一半也可以喝酒 而且喝完酒你可以把那個杯子留著 做機密 所以我現在蠻嗨的 然後在買的時候也教了一些 喝的方法 超級大的省略 我已經450歲了 希望這一路上都陸陸續續的 有一些這種小趣味的事情發生 讓爬山的過程不要這麼 不要那麼努力 我又忘記按錄影了 剛才講了一大堆感性話 超白癡的 總之呢我現在人在 要前往藥王寺的路上 要徒步八分鐘 這要去拜拜的地方 竟然出現了一間拉麵店 超熱鬧的 果然一路上都會有這種 可以 不會那麼專心在腳上面 的東西 如果我沒有錯的話 這邊應該是下山的人 希望我不要走錯路 然後剛才指標是300公尺 後有 廁所 就要吃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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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 啊 啊 應該是到要是院了 我們進行參拜一下 啊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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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選擇的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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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 球籤的東西 他買一些御手 他會選擇 他將人做好 你還是選擇 我會選擇 你這樣做 請我們來ifi 大吉 大吉耶 我要相信他 不要再唱碎我自己了 希望我的2020年 可以一切順利 身體健康 家人朋友都平安 這樣就很棒了 然後 有可以有點錢 我現在就要去買那個裝 發財經的 預手了 準備登頂了 哇 登頂了 有蠻多人帶野餐店來野餐的 最厲害的是 我看他一組 他們直接帶一個鍋子 鍋子下來 在這邊煮關東煮 一堆人排隊要跟這個 拍照 所以我剛才就只是在旁邊 隨便拍一下就好 這樣不需要排隊 山頂旁邊有一些小賣店 好可愛喔 不對意思意思吃的 從外面 還是決定進來吃個涼麵 還是決定進來吃個涼麵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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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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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車站裡面 我想很多人會下山會想到溫泉吧 還是要預約 裡面可能會爆滿吧 光泡完溫泉在極樂方的食堂 等我的餐 現在很熱 但是等下出去一定會變得很冒 泡完湯了 很舒服 但是疲累感一次冷上來 現在要回新宿了 就在泡湯還有吃一個小小的晚餐 結束今天的高尾山行程 還蠻喜歡這個行程的 如果下次 你有來東京 大概時間比較久 可以安排一天來高尾山 要不要泡溫泉都可以 但我覺得這個登山行程還不錯 只是今天下山我是用走的 然後它的下坡都非常陡 所以全程都是 我覺得膝蓋的負擔蠻大的 所以如果 可以的話 可以選擇下山搭車 好啦 我回去搭車啦 掰掰 高尾山讚 走沒有戒算 做起碼的 嚥不平 經過 摩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